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正处在被逼迫的绝望中 所以他期盼公益能得到伸张 值得注意的是 这首诗也是被新约圣经引用最多次的诗 通常是为了指出耶稣的工作和他所受的苦 在约翰福音和罗马书等等书卷中 都有这首诗的身影 让我们一起来读诗篇第69篇 诗篇第69篇 神啊 求你救我 因为重水要淹没我 我现在身于泥中 没有立脚之地 我到了深水中 大水漫过我身 我因呼求困乏 喉咙发干 我因等候神 眼睛失明 无故恨我的 比我头发还多 无礼于我为仇 要把我剪除的 胜为强盛 我没有抢夺的 要叫我偿还 神啊 我的愚昧 你原知道 我的罪欠不能隐瞒 万军的主耶和华啊 求你叫那等候你的 不要因我蒙羞 以色列的神啊 求你叫那寻求你的 不要因我受入 因我为你的缘故 受了辱骂 满面羞愧 我的弟兄 看我为外路人 我的同胞 看我为外帮人 因我为你的店 心里焦急 如同火烧 并且辱骂你人的辱骂 都落在我身上 我哭泣 一尽时刻苦我心 这倒算为我的羞辱 我拿麻布当衣裳 就成了他们的笑谈 坐在城门口地谈论我 旧途也以我为歌曲 但我在悦纳的时候 向你耶和华祈祷 神啊 求你按你丰盛的慈爱 凭你拯救的诚实应允我 求你搭救我出离淤泥 不叫我陷在其中 求你使我脱离 那些恨我的人 使我出离深水 求你不容大水漫过我 不容深渊吞灭我 不容坑侃在我以上河口 耶和华啊 求你应允我 因为你的慈爱 本为美好 求你按你丰盛的慈悲 回转眷顾我 不要掩面不顾你的仆人 我是在极难之中 求你速速地应允我 求你亲近我 救赎我 求你因我的仇敌 把我赎回 你知道我受的辱骂 欺凌 羞辱 我的敌人都在你面前 辱骂伤破了我的心 我又满了忧愁 我指望有人体恤 却没有一个 我指望有人安慰 却找不着一个 他们拿苦蛋给我当食物 我渴了 他们拿醋给我喝 愿他们的言习 在他们面前变为网罗 在他们平安的时候 变为基建 愿他们的眼睛昏蒙 不得看见 愿你使他们的腰 常常颤抖 求你将你的脑恨 倒在他们身上 叫你的烈怒追上他们 愿他们的住处 变为荒场 愿他们的帐篷 无人居住 因为 你所击打的 他们就逼迫 你所击伤的 他们细说 他的愁苦 愿你在他们的罪上加罪 不容他们 在你面前称义 愿他们从生命册上 被涂抹 不得记录在一人之中 但我是困苦忧伤的 神啊 愿你的救恩 将我安置在高处 我要以诗歌赞美神的名 以感谢称他为大 这便叫耶和华喜悦 圣四献牛 或是献有脚有蹄的公牛 谦卑的人看见了 就喜乐 寻求神的人 愿你们的心苏醒 因为耶和华听的穷乏人 不藐视被求的人 愿天和地 洋海和其中一切的动物 都在美他 因为神要拯救西安 建造犹大的诚意 他的名要在那里居住 得以为业 他仆人的后裔 要承受为业 爱他名的人 也要住在其中 大卫说 因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 如同火烧 并且入网你人的入网 都落在我身上 似乎是因为 他对神的爱与热心 使他在当时 受到了许多人的毁谤 亲爱的朋友 你也曾经因为 对教会的事物太过投入 而受到家人朋友的指责 或是被嘲讽的言语 给泼冷水吗 相信这只是因为 他人还不了解 我们所爱的这位神 有多么美好 鼓励你 让我们为自己 能刚强站立而祷告吧 同时 也为身边的人来祷告 愿神亲自打开 每一个人的心 充满爱神 爱人的热心 我们亲爱的哥 亲爱的哥 当我因为信仰 而受到误解的时候 求你兼顾我的心 不动摇 也求你亲自打开 他们的心 让他们也能认识 你的美好 祷告奉耶稣基督 圣明祈求 我们 祝福你 对神的爱 是一天比一天 更火热 陪你读圣经 我们明天见 耶稣爱你 我也爱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